沃国又一大国之重体诞生了,这就是山堆集团研发的大型推土机,山堆SD90C5,它也被称为开天神推,是不是光听着名字就觉得非常霸气呢? 其实不光是名字霸气,就连厉害程度也超乎你的想象,因为它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推土机,也是目前在产在售世界上最大的履带式推土机,总长11.5米,宽5.5米,高5.3米,自身重量达到106吨,相当于20头非洲巷的重量。 光有箱就有1638升,作为一台巨无霸,它主要用于基础建设以及大型矿场的开采中,由于四周地形开阔,这个大家伙总是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性能。 其内部搭载的12缸康明斯柴油发动机,总排量为30.5升,最大功率可达到1200马力,因此效率极高,据说一小时就能够推土4500立方,简单来说它各地20多辆小型推油机同时作业。 如果马力全开,10天就能推平一座大山,可谓是相当惊人,不仅如此,山推SD90C5后方的松土器还能够轻松的玻璃和粉碎岩石,真正做到了既能推山又能破石。 除此之外,它搭载的多项黑科技更是让人眼前一样,比如智能电控系统,让使它操作起来更加灵活准确。 而360度全视野监控技术更是让这台机器拥有着多只眼睛,做到了全方位无私价,不过最优的还是全球首创的4D光感和5G遥控技术。 这使推土机实现了无人化,哪怕是驾驶员像隔千里一半也能够遥控推土机作业,涉地打破了美日德在推土机领域的霸主地位,真正做到了挺起的大国脊梁,驻大国重起。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我们不仅能看到扇堆,更能看到中国工程经线,蓬补升级和无限潜力。